你好 风风 先跟我们现场的这个家人们要来打个招呼 稍等一下 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啊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听到风风的声音 看看能不能尽快地 让我们现场有一个同步 但是这个画面光看着就已经很赏心悦目了 对不对 好 有没有声音我们的导播老师 我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 好 他应该能听到我们 十一句 十二句 十四句 三十句 三十一 三十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团结 有爱 健康 G009号 恭喜你回答正确 好 拿着这个红包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处去领奖 好不好 到舞台一侧工作人员处到那边 到那边 见顶红包大奖 好 我们的工作人员先帮我把剩下的红包收一下 谢谢 好的 那么在非常多的期盼和等待之后呢 我们要再次来联系一下我们的风风 看看这一次能不能听到她好听的声音啊 好的 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切到一下我们的画面 看看我们现场能不能听到声音呢 这一次 哈喽 哈喽 有声音吗 哈喽 有了 有声音 有声音 终于听到风风的声音了 好 非常非常欢迎风风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鸦鸦的活动现场啊 虽然是以连麦的方式今天和我们来见面 但是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所以呢 首先先和我们鸦鸦的家人们来问好一下好不好 啊 好的 首先非常的遗憾 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能够来到现场 跟大家一块来见面 一块来聊天 一块互动 那希望今天大家也能够很开心啊 然后跟 凡总有在吗 没有见到凡总 凡总打个招呼 哈哈 好 应该是在现场 然后所有很重要的我们的家人们 经销商的朋友们 很谢谢你们今天还来到现场 也希望今天后面的很多的安排和活动都能够让你们觉得舒适 也能够让你们觉得满意 好 谢谢 风风是不是很贴心啊 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她 让她听到好吗 是的 那其实呢 今天是我们鸦鸦的一个新品发布会 有很多的这个新产品呈现 那我们都知道 风风是演员 经常会到各地去拍戏 有的时候冬天也是要很辛苦地拍戏的 那你自己个人有没有什么防寒小妙招可以和我们的家人们分享一下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穿一个保暖的 穿一件保暖的羽绒服 最重要的是穿保暖的羽绒服 那我们都知道 风风是男明星啊 那你在选择羽绒服的时候 自己有没有一个标准 就是更看重颜值呢 还是保暖呢 还是其他什么 都看重吧 我觉得一个是舒适感 还有它的轻盈感 还有它的保暖的效果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就很符合 那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是风风的眼光非常好了 那当然了 风风也选择成为了我们鸦鸦的一个品牌的代言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接触下来 你心目当中的鸦鸦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呢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知道鸦鸦做羽绒服已经做了49年了 49年 一个人能有多少个49年 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非常的坚持在一个 一件事情上非常有降薪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 而且也在不断的去迎合市场 然后在设计方面 在舒适度上面都有 每一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一些提升提高 带来带给大家很多新鲜的一些东西 而且现在也越来越时尚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鸦鸦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品牌 好 谢谢 谢谢风风的肯定 那我相信一个好的品牌 加上风风的正能量的形象 两者结合在一起 可以给更多的消费者带来好的产品 那今天其实我们眼尖的朋友都发现了 风风直播的时候 其实穿的是我们鸦鸦的羽绒服 对不对 是吗 真的很帅 帅不帅 大家说 真的很帅 那我现在我要作为家人们的代表 来采访一下风风 现在刚好穿着我们的鸦鸦的羽绒服 你觉得她穿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味道很好 你看 哇 我觉得非常的舒适保暖 然后也非常的好看 在很多的设计上 这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皮卡丘的设计 整个会年轻时尚 好 谢谢风风的肯定 还很可爱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给现场的家人们 准备了一些的小福利 来做一个互动问答的环节 那这些问题呢 都是我们准备了 其实是跟风风有关的问题 那风风呢 就充当一个我们现场的裁判 好不好 就一会儿他们回答完毕之后 如果你说回答正确 或者说OK 我们就送他们一件鸦鸦的羽绒服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要在现场选择 五位幸运的好朋友 来到舞台上 有机会跟我们的风风 一起来互动一下 好不好 好 我选谁呢 我选谁呢 哎呀哎呀 不要冲上舞台 我来选择一下 来 这位美女 你好 来 请上台 那边有台阶 你们不要冲上来 好 来 这位美女 好 我在后面再选一个 后面 好 这位姐姐就是你了 有几位了 好 这位美女 好 请上舞台 那我们站到舞台一侧一下 我们就不要等到这个中间的画面 现在一共有几位了 四位了 四位了 我再选一位 再选一位 我选一个男生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 看在你腿长的份上 好 哎 怎么多了一位 好 算了 这样吧 六六大顺 上来了我怎么不好 让大家下去 我相信轰轰也不忍心啊 大家都是她的支持者 好 接下来我们先排成一排 好吗 好 我们排成一排 排成一排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抢达 排成一排 这样站 这样站 对对对 黄泽站 对对对 黄泽站 跟我站成一排 面向观众 不然拍不到大家好吗 好的 OK 接下来呢 我会现场提问 然后呢 最快 举手的这位 来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跟我们风风有关的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我闭着眼睛都能打上来啊 我考考你们 对于风风 是不是足够了解 足够支持 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是 风风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设置 我给大家设置 答案 其实你们不用我设置答案 都能答对对不对 A 5月4号 B 5月5号 好 来排好队 排好队 排好队 啊 风风能看到我们的现场吧 能看到六位观众吗 能看到六位观众吗 好 一会儿 风风说 第几位来回答 我们就请哪一位来回答 好不好 好 来 首先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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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 2 1 来 风风你选一位 来 风风你选一位 你想请哪一位来回答 呃 请第五位吧 第五位 好 这位美女回答一下 风风的生日是 5月4号 好 5月4号 对吗 回答正确 送上现金 来 这位美女可以领取一个奖品 送上现金 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好不好 剩下的我们伙伴再来PK 第二个问题 也是关于风风的 请问风风从出道到现在多少年 A 15年 B 14年 请哪一位回答 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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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A 15 B 14 风风请一位 第几位 呃 第二位吧 第二位 好 男生来回答一下 A还是B A是15年 B是14年 15年吧 15年 好 风风是07年出道的 对不对 那算到今年 他选他 什么 我说错了吗 谁说错了 14年 他选的多少 14年是吧 14年 那这个男生 那你就得被淘汰了 好不好 好 风风非常的严谨啊 多一年都不行 好 我们舞台上还剩下四位 来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 今年 这一部电视剧的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是 我国首部什么题材的电视剧 A火箭军 B海军 A还是B 好 好 有没有人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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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部火箭军 还是首部海军题材的电视剧 请哪一位来回答 好 那位姐姐一直举着手 我请她来回答一下吧 火箭 火箭军 对 好 对不对 风风 对对对对 恭喜你回答正确 来送上一份礼物啊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填空题 请问我们风风是在什么时间 成为压压全球品牌代言人的 是哪一天 是今年的哪一天 那一天 今年的哪一天 有没有朋友知道 好 如果你们都不知道 我就得请台下的朋友来回答了 这是填空题哦 没有答案哪 好 请那位姐姐来 来到舞台上 好 快速快速快速 好 请问是哪一天 成为我们压压的代言人 10月8号 10月8号 确定吗 好 感谢你 我再选一位 我再选一位 这位 几号 11月8日 11月8日 对不对 对不对 陷入了沉思的画面 11月8号 应该是正确的 应该是正确的 好 我们送出一份礼物 好不好 送出一份礼物 好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只有一位 有机会能拿到我们最后一个奖品 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了 如果说喜爱丰丰的一定可以答对 这位 请分 名称 好 最后 最后一个问题啊 他演的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 先来回答一下 先来回答一下 你就记得他演了什么剧是不是 好 有没有现场能说出 风风演了什么角色名称 好 那位 卷发的 卷发的美女 我在北京等你徐天 我在北京等你徐天 好 恭喜这个伙伴回答正确 是风风饰演过的角色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谢谢 好 那舞台上的三位呢 就跟我们的奖品失之消避了 来 感谢你们 请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谢谢 是 其实呢 我们的风风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很多的荧幕形象 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惊喜 而且我们发现 其实风风演的很多角色 都是很正能量的 爱党爱国的这种角色 那也期待 未来的时间 风风可以带给我们更多 惊喜的作品和角色 好不好 好的 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的最后呢 能不能邀请我们风风 给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们 来送一个小祝福可以吗 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也希望这个 大家在杭州 注意安全 希望疫情能够早点结束 好 谢谢风风 那我们今天呢 谢谢 在现场也非常的开心 用连麦的方式 可以和风风来进行一个互动 最后呢 呼吁现场所有的家人们 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和呐喊声 感谢一下今天风风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好不好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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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祝风风越来越好 好不好 谢谢谢谢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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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拜拜 哈 卓國家 你